收封箱封山村中心街好雨大雨的时候 大量的雨水就会从台九县排水沟倒灌形成了路面积水 那么为此收封箱宫所向营建署争取到了经费来改善 不过连日的高温却造成了排水沟内的家户废水无法排出 臭气冲天,民众是骂声连连 跨东重骨飙高温,收封箱封山村中心街在改善的排水沟工程完工后 却造成家户废水严重积水,恶臭扑鼻疑居民怨声载道 所以它以前是可以流动的 这本来有可以过去的啊,里面看都没有水锅啊 那边有水锅可以这样过去啊,这两边都塞住了啊 不错啊,一做好就错了啊 还要做这个哦,像水泥哦,成分的不够 成分都不够 印度不够,都本本啊 原本是湘工署的建设美意却换来了一条臭排水沟 营建署核定110年,受封箱封山国小中心街道路品质提升 以及周边环境改善计划案 却将封山街南北向排水沟封死 让原本想要借此一并解决的排水沟异味 以及大雨涌水的问题 到头来却是弄巧沉着 连日高温排水沟废水凑起冲天 这个排水沟的工程 本人知道 工所在三月份的时候就划红线 划红线之前 没有召开一个座谈会 店家商家非常的不满意 他们做生意 划红线他们等于是要停车 停车的会被警察开红单 工所明知四月份 要做一个排水沟的环境改善工程 又把红线化掉 所以这个叫浪卫工程 制作这个排水沟工程 一点用处都没有 因为家庭汇水 水排不出去 水也进不来 造成阻塞 透气满天灰 我想这个应该工程设计不当 中西街的百姓 这样本人沉寝投诉 这里没有办法进行清高的动作 他们当场相当的混淆 希望我们代表会 能够伸张正义 行文给工所 花纹给工所 重新汇看 居民更是质疑 刚完成的排水沟工程 水泥既然被雨滴滴出洞来 动手一拨就能够把碎石拨起来 水沟盖非常严重 有问题 此时我们重新汇看 本人觉得这个脱工检掉 非常严重 也希望我们检掉能够介入调查 这个下雨滴下去 这个你看 这个你看 都支起来 对不对 江公所当初强调 不只改善道路景观 也渴望解决淹水问题 是否如此 居民感受说明了一切 对此工所建设客至今 未做任何的回应 中新街那个承办有没有在 昨天找他要问他那个中新街的工程 他都没有回我电话 那不然他会有请他打给你 记者林杰说风箱采访报道 对 你看 都支起来 对不对